今天我們來訪親子景點 我們第一站先來到苗栗公館 先吃個飯 我們來訪公館夜市旁邊一個停車場 他平常白天的時候停車位還蠻多的 但是要推到4G 需要走一小段路 對親子推測而言 他這個路上面並沒有什麼親子的那種 友善步道是沒有 所以我必須跟著馬路的路線白線走 所以要注意點來往的車輛 公館在苗栗來講是一個非常 繁榮的那個鎮 所以你看那邊很多商家 找吃的絕對不會有擔心 找不到想要吃的東西 這邊到處都是有吃的 現在呢跟過去一樣繁榮 所以看到街排林立 然後我們第二站呢 說是吃完飯之後 會前往的是 出礦坑 就又礦成念館的地方 其他的正後方 公館這個地方的地圖 我們從過六來看的話 它屬於 就是那種七盤式地圖 就是一條一條的 是有規劃過的地圖 所以它就是一種直線地圖 那我們先來這邊吃個水餃 這邊今天吃的是 上上小吃 這邊有名的其實是 水餃 那我們今天吃的水餃 是韭菜類的水餃 那我個人覺得 沙拉辣湯餃 湯頭比較還好 個人比較推薦的是 牛肉湯餃 非常不錯 那吃完飯之後 我們來去買一個公館的融會 因為我們不會再回來這邊 所以我們來融會買個東西 當地的特材 紅棗 還有一些金棗 都是當地特材 也做成冰淇 也是一個 非常年輕人喜歡的吃法 以及紅棗啤酒 那紅棗啤酒呢 味道非常 它可以賣汁 紅棗乾 就是跟我當地的 那桑聖跟金棘冰淇淋 是一個很不錯的搭配吃法 接著我們要出礦坑 這是油礦成立館的地方 這邊停車呢 只能路邊停車 它有停車場 但是停車場的位置 如果人多的話 其實不好停了 第一座了 礦井 其實它這個是展示用的 真的礦井其實 早就不存在的 因為礦井其實位置在一種 河崩堤的地方 所以它被移上來 所以這個是只是一個展示用的 不是真正的出遊口 油礦成立館 其實它成立說 這裡苗栗 這一帶 曾一出 出過很多油 特別是石油 後來轉型為器 我發現下次可以再來 帶虎虎 稍微一點年紀的時候 稍微年紀的時候 大家認識什麼是石油 什麼是韭菜 那通往礦田階梯 搖命啊 好陡 是蠻陡的 而且它階梯蠻多的 就不能推車上去 只能用背筋 把小朋友背上去 可是它也有點限制高度 所以到上面頂的時候 我就不能再上去 那先拍個照 再去油礦成立館 吹冷氣 逛一逛 免費的 這是免費的親子景點 遠遠就聞到那種 油礦的味道 就是石油那種 沒有的味道 我以前曾經拜訪過 那個油礦成立館 已經十幾年前的事情 現在已經改變了 像是 互動式的 就是亞洲 第二座 呃 世界第二座油礦警 亞洲第一座油警 以及台灣出土的石油 其實台灣出石油 量太少了 不過 無法 滿足台灣國內使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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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 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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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很刺激 其實這個坡道非常陡 那之前在開採的礦車機器 現在沒在用,所以他不會再出來使用 所以看不到礦車移動的樣子 那後面有一些是 像是宿舍或是機房 可以過去看一下 嗯? 寶寶 嗯? 嗯? 所以防盛剛裝修完成了 可以看起來蠻新的 有期重新刷過 不過還有一部分還在整修中 所以有機會你可以看到他的全貌 去那邊玩嗎? 要去那邊玩嗎? 園區範圍很大 所以如果你要整個園區的話 花蠻久的時間 如果要斷於親子旅遊的話 其實大概要灌個一兩個小時 差不多 你就可以前往下一站去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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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中的 呃 苗栗大魯 呃 太魯閣 先往廚房坑 吊橋 在我們油礦博物館旁邊 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了 所以風景秀麗 雖然景不是很大 但是也可以 滿足一個下午的 然後散步旅遊時光 雖然車輛不會太多 但是還是注意左右來車喔 對阿 對阿 一百零二年 來到出黃 亨吊橋 下面有人游泳 可是我不建議下去游泳 因為水深水疾 以及上游天氣 不確定 所以可能會有那種 洪水氾濫的現象發生 這邊是 呃 我 他有那種記憶 他是警示的那種危險區塊 所以 但不要下去游泳 啊 吊橋 這個泰管很寬 很適合輕止推車 前面有那個鐵籃竿 籃竿的 限制寬度 是還是可以讓 嬰兒推的進去的 可以 欸 那個耶 可以走這邊看看 左邊是傳送中的 迷你大魯 泰魯格 可以啦 哇 好涼喔 讚耶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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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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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接着我们拍完照 走一走 看一下里面的河岸风光 那走到 对面那个河岸里面休息一下 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侧大陆阁走走 对面是台六线 鞠躬完一公里 那距较到八公里 那么快速走回到对面的 泰鲁阁 迷你泰鲁阁 这是网红推荐 迷你泰鲁阁 大概走到头跟尾 大概一分钟 不大 但是就是有趣的这个 这个 所以靠近很暗 蛮凉的 但是注意的是下午四点以后蚊子会出没 所以 如果来这边的话 记得带防蚊液哦 接着我们来到雪花霸公园国家管理处 但是它叫问水管理处 停车场蛮多的 而且是免费的 营业时间到下午 我记得是五点 所以 那这边记得把握时间哦 原区有友善步道 推车非常推荐 所以 我在这边 我评论为这边是最佳的 嗯 亲子推车景点 这边风景非常漂亮 那 网友推荐的景点有八卦楼 待会前面 把我给他看一下 啊 另外一侧是 那种雪霸 那个 山洞的体验区域 体验区域在二楼 那边有电梯 可以搭电梯上去 室内展示器非常不错 人潮 那时候去的时候 非常少 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 亲子景点 有冷气 又有那个 临近的空间 然后又有这种 亲子的换尿布台 这点来说非常优秀 我们来了山屋体验 山屋体验 是体验那个 山上的强风 跟寒冷的那种 模拟场景 但是今天去的风量 风 以及 温度都不是很低 所以感觉不错 强烈的那种震撼感 可能机器在维护中吗 我猜啦 或者说人潮用太少 所以这边控管的温度 没那么低 那我们来到这边 网红推荐景点 八角楼 没有 有卖咖啡的 过时差不多要收了 所以基本上 他不会有这种 呃 诶 这是五点以后的 服务的时间点 所以 大家把握时间 在这边用餐哦 那我们顺着这个湖畔呢 绕一圈 差不多就是今天的 三个行程的结束 整总共的一眼呢 我觉得说 我们安排 中空晚用餐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然后再来第二战 是有矿城猎怪 第三 第三战最后一战的话 我个人来到雪霸公园 可能要早一点来 因为有些地方 就差不多要关管了 所以逛很久 是蛮可惜的 因为这个有雪霸 陈列馆 其实可以逛很久 因为它连续很大 那旁边有一些景点 我还没去过 有机会的话 还要再来这边走一走 那不同季节 不同的样貌 那雅各介绍的苗栗 三个亲子景点到这边哦 如果喜欢雅各的影片 欢迎订阅点赞 然后我们下次 亲子旅游见 各位拜拜 了